2003年9月29号 陕西省咸阳市浮原小区的宁静 被震警笛声给打破了 这个居住着大量公务员和商人的高端小区 治安一向是不错的 可是此时却聚集了大量的警察 警灯闪成一片 让人实在费解 人们都纷纷探头 好奇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仔细打听才知道 隔壁八号楼的住户 陈平的老婆被人给杀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陈平是当地检察院的检察长 这起案子也是著名的大案之一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研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9号中午一点 咸阳市秦都公安分局突然接到了报警 说是浮原小区发生了入室凶杀案 一名中年女性被人杀死 而且更让警员们感到吃惊的是 报案人说自己名叫陈平 是秦都区检察院的检察长 入室杀人本来就是一种恶性案件 现在又是检察长的妻子被杀了 这可如何得了 于是数量警车飞快的驶到了浮原小区 很快就见到了报警人陈平和他的几个朋友 陈平神情悲伤 向警察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当天早上7点40 46岁的陈平离开家去检察院上班 此时他38岁的妻子汪玲还在熟睡 由于汪玲是私营老板 不需要很早起床上班 陈平也就没有管他 自顾自的就出门了 等到中午11点20 突然有个姓刘的朋友 给他打手机 说他有急事要找汪玲 但汪玲的手机怎么都打不通 一直提示是关机状态 陈平认为可能是汪玲还在家里睡觉 就起来打了家里的坐骑电话 结果还是没有人接 有职业警觉性的陈平 感觉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就打电话请楼上三楼的一个邻居 去他家敲门 喊醒妻子 但随后邻居打电话告诉他 他敲了好一阵子门 始终都没有回应 于是陈平听言继续拨打妻子手机 发现手机始终是关机状态 这一下子 陈平开始着急了 汪玲是私营业主 经营粮油批发 喜悦 餐饮 等多个行业 由于工作需要 平时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 而现在却几个小时联系不上 看来肯定是出事 陈平交代 当时他立即喊上了几个朋友和同事 开车于12点20左右 回到了服务员小区的家里 不巧的是 走到门口 陈平发现自己忘了带钥匙 于是只能和朋友敲门 但是门内始终还是没有应答 陈平家住二楼 距离地面并不高 一个朋友看见情况不对 自告奋勇 从隔壁邻居家的阳台 爬到陈平家阳台 可是由于阳台的门紧锁 他没能进去 只是隔着玻璃窗 看了室内的情况 起初他向屋里扫了一眼 看到汪玲 还是躺在床上 于是转头 对陈平和其他几个人说 汪姐还在床上睡觉 可能还没醒 陈平听言 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是紧接着 那个朋友却尖叫起来 原来他在定睛仔细一看 汪玲的确是躺在床上 但此时的床上 却是一片纤细 看到这种情况 陈平立即报警 之后就到了 我们开头所说的那个场景 公安分局的刑警们 立即赶到现场 甚至连分局局长也亲自来了 他们安慰了陈平以后 找来索将 打开房门 行政人员立即进入房间 现场触目惊人 卧室中 陈平的妻子汪玲 双目圆睁 养着身子 死在床上的血泊中 床上的汪玲 身穿粉红色睡衣 双手双脚 被几根尼龙绳绑住 嘴也被堵上 他的下身赤裸 没有穿睡裤和内裤 阴部有明显的 几根男人的毛发 汪玲的致命伤 是胸前的刀伤 目测至少有十处以上 将胸口捅成马蜂窝一样 根据这个伤势看来 这个凶手一定是要 置人于死地 此外床上也是一团混乱 似乎是受害者和杀人犯 进行过搏斗 在被子上流有大量的血迹 现场还有明显的翻动痕迹 还有一些戴着手套的血印 总之整个现场 是惨不忍睹 由于案情重大 行政人员担心技术力量不足 于是向市局求助 市局警队赶到之后 立即对现场进行勘察 很快发现了室内有零散的血迹 和几处血手套的痕迹 显然 案犯是戴着手套行凶的 并没有留下指纹 在卧室地面上 也清楚的留下了两行 不属于汪玲和陈平的皮鞋鞋印 现场并没有找到任何凶器 也找不到凶器的痕迹 门窗也是完好无损 不过意外的是 行政人员还在现场发现了 138发六四式和七七式手枪子弹 和十多万元的现金 还有一百多万的存折 和有价证券 那么对此 陈平解释说 作为检察长 他有合法的公务配枪权利 不过配发的子弹 每年都是有限的 他很喜欢打枪 于是就设法去搞一些子弹 利用业余时间去打靶 这些子弹 是一个军人朋友送给他的 陈平也承认 说这样做可能违法 诚恳的向警察们承认错误 还让他们帮助隐瞒 而至于现金存折 陈平说 这都是妻子汪玲的生意所得 他并不知情 陈平这个检察长 虽然是区里的 但是在咸阳 也不是一个小人物了 其实 咸阳市公务员都知道 咸阳就要换届的某个领导 已经准备将陈平提拔到市检察院 副检察长 反贪局局长 就等着任命生效了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 陈平此时已经是咸阳市领导班子里的重要成员 绝对已经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于是这个案件顿时震动了全市的党政军各界 又很快传到了社会上 社会上的老百姓都说 可能是陈平做检察官期间得罪了什么人 别人报复上门杀人 没杀到他本人 却杀了他的妻子 于是在一时间 要为检察长讨回公道的声音在民间流传 各种说法也是沸沸扬扬 对于这个案子 咸阳市也非常重视 连陕西省的一些主要领导同志也知道这个案子 命令立即由咸阳市公安局长 兼任政法委书记郭中秋挂帅 市公安局副局长李仁俊 秦都区公安局局长王树山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张新宽为副组长 组成了929大案专案组 一定要限期抓住杀害检察长 妻子的凶手 专案组成立之后 咸阳市行政人员对现有的证据进行了分析 虽然咸阳市的行政警力很一般 但他们仍然是尽力的分析了案情 在这个案件中 凶手手段凶残 经过对汪林的尸检发现 他被刺了多达23次 其中大部分刀伤都是致命的 换句话说 凶手根本就不需要刺这么多刀 就可以将他给杀死了 如此疯狂的行凶 似乎是有着一定的仇恨 或者就是凶手本人非常的狠毒 而有着这些特征的案件 一般多是入室抢劫或者入室强奸 要么就是报复杀人或者情变杀人 由此人们就提出了这么几种假说 就入室抢劫来说 似乎是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室内戴着血手套翻动的痕迹 似乎是在寻找财物 但是有意思的是 室内橱柜和抽屉等等这些并不算隐蔽的地方 明明有着大量现金 有现金 8万4705块 美元10400元 面值50元的纪念币 1250元 还有高达120万元的存折 和有效债券 面对这些 凶手都没有拿走 如果是入室杀人抢劫 最低程度应该把现金带走 这些东西随手就可以用掉 也不怕被人发现 所以劫财 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凶手本来是要劫财 后来杀人以后 惊慌失措 放弃劫财就逃走了 所以没有财 但是事后侦查表明 凶手显然心理素质还不错 他杀死汪灵以后 并没有立即离开现场 而是反复的对现场进行翻动 不存在惊慌失措逃走的情况 所以这种可能就也被排除了 其次 报复杀人或者情变杀人 首先情变不可能 根据朋友们反映 汪灵此人 作风非常正牌 从不和男人有什么超乎寻常的来往 况且丈夫地位又比较显赫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敢和他走得很近 所以汪灵从没有出现过任何绯闻 不存在被情人杀死的可能 而至于报复杀人 朋友们认为也不太可能 汪灵从事的行业 都不存在什么商业敌人 尤其汪灵的喜悦中心 主要是依靠丈夫的影响力 再继续运营 实际上 几乎可以看作是垄断的 这不存在有竞争对手杀人的可能性 而且汪灵本人性格虽然比较泼辣 但是心肠却很软 对手下员工很好 员工有什么困难 他都能热心解决 员工都亲密的称他叫汪姐 也不可能有下属员工去杀他 那么排除了这几种可能性之后 咸阳市专案组逐步的将视线转移到 入室强奸杀人 和为了报复陈平杀死他老婆 这两种可能性 从现场来看 汪灵下身赤裸 又被捆绑起来 床上似乎有搏斗的痕迹 最重要的是 汪灵阴部又发现了几根男人的阴毛 而且经过比对 这几根毛发和陈平的完全不同 那么就可以说明 这是一个标准的强奸杀人现场 此外 在床边又有两行陌生的脚印 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人是入室以后 持刀制服汪灵 将其捆绑以后进行强奸 随后又杀人灭口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不过 随着进一步调查 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 汪灵的阴部虽然有阴毛 但他的体内却没有经验 而且阴部也看不出有性交的痕迹 也就是说 凶手并没有完成强奸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既然是入室强奸杀人 那不强奸 这就解释不通了 于是 刑侦人员又将视线转向了 报复杀人 也许凶手 是陈平 做检察长时期 处理过的某些罪犯 他们为了报复 潜伏到陈平家中 把他老婆杀死 又伪造了现场 似乎 是强奸杀人 但由于凶器 作案工具 目击证人 都没有找到 现场留下的痕迹又少 这个案子 还是无法定行 更无法知道 凶手是谁 陈平在咸阳市的能量很大 妻子遇害几天之后 陈平举行了追悼会 三教九流 数百名的朋友都到场 光是花圈 就送了几百个 会上 陈平对着同事朋友 痛哭流涕 悲痛万分 两月之后 十一月 陈平在一家酒店 举行了一场宴席 答谢各路人士的好意 在宴席上 似乎他已经少了一些悲痛 陈平说 我虽然痛失爱妻 但我不会倒下 我要比过去活得更好 我现在唯一希望的 就是公安部门 能够早日抓获凶犯 那么 根据上面的一番分析 我们也都知道 目前最有可能的 是歹徒 报复检察长 而杀人 对此 陕西省委领导 相当的震怒 一再要求 专案组 立即侦破 严惩 杀害官员家属的歹徒 而此时 距离案发 已经两个月 案子 却还没有定性 更没有 直接的线索 再加之 上级领导的催促 咸阳专案组 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由于上面逼得很紧 专案组 开始做出 指入室抢劫 强奸杀人的定性 专案组认为 凶手在七点四十 陈平离开家之后 设法 骗汪陵 打开房门 随后 持刀 将汪陵 制服 捆绑起来 试图强奸 期间 汪陵 抵抗 把床弄乱 后友 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凶手 最后放弃 强奸 随后将汪陵残忍杀死 然后在现场 翻动寻找财物 之后 逃离现场 就这样 这个案子 做出了定性 但是 专案组的一些警察 却有 其他的看法 一个有经验的老刑警 曾经走访过 汪陵的朋友 和亲属 根据这些得知的线索 他认为 这个案件 存在很多疑点 首先 汪陵的朋友们 一致认为 汪陵 是一个 非常小心 谨慎的女人 人又非常聪明 根本不可能 被人骗开房门 导致遇害 况且 经过现场调查 发现汪陵的外衣 和胸罩 等等这些衣物 都整齐的叠好 放在室内沙发上 明显 是汪陵睡觉之前 自己脱好了 那么 如果此时有人敲门 汪陵 即便被骗去开门 最低程度 他也会把胸罩穿上 不可能 几乎半裸着去开门 一向谨慎小心的汪陵 在紧穿一件 薄薄的睡袍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 给一个男人开门呢 这不符合基本逻辑 其次 如果凶手 不是敲门进入 那就是 破门 破窗进入 根据室内侦察来看 房屋的门窗 完好 而且关闭 没有任何其他痕迹 更况且 根据陈平的说法 在八点左右 汪陵还在睡觉 他家又在二楼 哪个凶手 敢在大白天 冒险的爬楼入室呢 所以凶手 只有从门进入 这一种方法 那么如此一来 这个案子 就无法自圆其说 从而 陷入了僵局 于是这个老刑警 再次调查走访 了解到了 另外的情况 根据楼上楼下 邻居的反应 汪陵和陈平夫妻 关系非常不好 两人 每隔两三天 必定要吵架 甚至打架 搞得全楼不得安宁 汪陵的一个闺蜜 在得知汪陵被害以后 痛哭流涕 主动的向老刑警 讲述了一个秘密 表面上 汪陵是咸阳市商业界的女红人 搞了诸如娱乐餐饮 等多个公司 但实际上 背后都是由陈平操作 陈平依靠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 才让汪陵名下的企业 有了今天的辉煌 而汪陵 不过是在前台做事的具体执行人 另外 汪陵企业当中的大部分资金 其实都是陈平 贪污受贿 以及以权谋私所得 数额至少有上千万 这些商业行为 只不过是为了借汪陵洗钱而已 早在1998年 时任区反贪局局长的陈平 以他人名义 利用关系 从国家银行贷款四百万 又以妻子名义 投资了西安 一家最大的汽车销售城 空手套白狼 在这样的权钱交易中 陈平每年轻松获利二百万 六年 仅此一项 就得红利一千二百万元 由此可见一半 经过进一步调查 老刑警了解到 陈平本人作风其实很不好 他本来是一名中学教师 1983年和还是普通工人的汪陵 结婚 婚后两人感情不错 短短四年后的1987年 陈平借调到了秦都区检察院进行工作 从而让他们夫妻关系有了极大改变 在检察院 他先后做过书记员 助理检察员等职务 后由于被某领导赏识 陈平一路高升 很快称为副检察长和反贪局长 并且在2001年被任命为该院的检察长 除此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陈平的情妇众多 其中比较稳定的有两个人 早在1996年 陈平就和咸阳银行 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搞在一起 这个女大学生貌美风骚 看上了陈平手中的权力 两人很快同居在一起 汪玲发现苗头不对以后 曾经谎称去西安办事 随后突然带着几个闺蜜杀回咸阳 当场将陈平捉奸载创 陈平并不示弱 继续跟这个女人来往 这个女人甚至还为她生了个孩子 而且她还把自己的亲妹妹 介绍给了陈平 陈平又和这个女人搞在了一起 姐妹通吃 于是陈平为了这两个情妇 花费大量的金钱 买房买车送钱 因为花钱太多 陈平更加是变本加厉的 使用权力换钱 2002年夏天 秦都区检察院反贪局 在调查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咸阳的一个营业厅 涉嫌挪用股民资金的案件时 营业部经理樊某 托人向陈平说情 并许诺给陈平40万元 于是当案子调查的初步取得进展之后 陈平就打电话 叫回了办案人员 并且安排了其他案件线索 让他们去调查 最终 这个案子不了了之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 营业部经理樊某 将百元面额的40万元现金 分为四块 用报纸包好 装在钱袋里 让中间人转交给了陈平 第二天上午 在检察长办公室 陈平如数数到了40万元 除此之外 陈平还好赌 借此敛财 在赌桌上 钱不凑手时 他往往一个电话 打给金融单位 命令支援 检察长要求几分钟赶来 对方就几分钟带钱过来 所以陈平赌钱 只进不出的说法 在咸阳市是早有流传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陈平和汪玲 长期不合 两个人经常争吵打闹 后来警方在汪玲公司的保险柜中 找到了隐藏的六本笔记 和二十多封疑信 里面记载的内容和闺蜜所说的 基本一致 那么综上所述 这个老刑警认为 陈平有一定的杀气嫌疑 这个结论出来以后 震动了整个专案组 立即有人斥责 老刑警不要乱说 并且目前没有确切证据 证明陈平有嫌疑 仅仅都是一些初步的推论 况且陈平又是某领导的爱将 马上就要进入侍卫班子 已然不是普通百姓了 好在这个老刑警原则性比较强 还是象征在新换任的领导班子 告知了这个情况 不过与此同时 另外一股力量 也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发展 咸阳市检察长妻子被奸杀 有可能是一起报复官员的恶性案件 在改革开放以来 还是第一次 对此所有的北京的中央首长 对此非常重视 勒令公安部督办这起案件 也是由此 咸阳专案组这才有了转机 他们一方面立即邀请公安部 派出刑侦专家协助侦破 尤其是找到直接证据 另一方面 他们开始派出警力对陈平进行监视 有意思的是 有着丰富司法经验的陈平 很快发现了丁烧的民警 他立即打电话给公安局长和市委领导 大肆抱怨 专案组办案不力 却胡作非为 如果这是一年之前 说不定因为陈平的抱怨 侦查就有可能终止了 但遗憾的是 由于市委班子调整 一直提拔陈平的某领导 现在暂时退居二线 说话也没什么分量了 所以警方没有停止跟踪和侦破 尽管如此 陈平此时还是很嚣张 他经常为了细耍跟踪的民警 开车到处乱跑 甚至将车开到渭南 同川等等地方 让民警空根一场 到这儿 我们基本能看出来 这起案子 陈平有着一定的嫌疑 并且案子还成功的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让一些小动作无法施展 但更更关键的是 公安部派来了几个 著名的刑侦鉴定权威专家 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乌国庆 乌国庆的到来 给案子带来了什么转机 凶手又到底是谁 最后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说到 对于这起杀妻的案子 陈平有着一定的嫌疑 并且这个案子还成功的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 从而让一些小动作无法施展 而且更关键的是 公安部还派来了几个著名的刑侦专家 而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乌国庆 乌国庆是中国最厉害 也是最出色的行政权威之一 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耳闻 他是我国的八大权威专家之一 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 他从事行政工作 直到1997年退休 干了整整四十年 而且从井至今 办案迁起 无一错案 由于他的能力出色 所以在退休以后 他又被公安部刑事侦察局回聘 一直战斗在侦破大案和要案的现场 凡是在公安部挂号的案子 几乎都是他参与侦破的 那么这一次 吴国庆就来到了咸阳 而他到达咸阳的时候 距离案发已经有近三个月的时间 不过由于案情重大 现场保护的还是相当完好 吴国庆和其他的专家合作仔细检查了现场 果然就发现了几个咸阳的行政人员 没有发现的重要的痕迹 首先足迹专家分析认为 现场的足迹存在很大的异常 现场留下了凶手的两行鞋印 乍一看 似乎是凶手走进卧室 杀人之后又走出卧室 但是仔细一看 能发现只有侵入现场的邪印 也就是只有朝里走的 没有朝外走的 而且这个凶手肯定到过的地方 比如有翻动痕迹的地方 反而是没有邪印 这是非常可疑的地方 其次 吴国庆仔细的检查了汪林的遗体 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 虽然床上似乎是有搏斗的痕迹 但是经过后来的专家对遗体的分析 至少在汪林被刺前四刀的时候 他还是活着的 保持了正常的生命体征 但是当时他却没有任何挣扎和乱扭的痕迹 那么正常来说 汪林是被捆绑以后遇害的 但是被刺的时候 他必然是清醒的 任何人被利器刺伤 即便是捆得成粽子一样 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反应 可是汪林却丝毫没有 吴国庆认为这一点非常的可疑 似乎汪林是在被麻醉以后才遇害的 而并不是之前分析的 同歹徒搏斗之后被制服才遇难 也因此 汪国庆要求对汪林的血液和胃内残留的药物 进行分析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鉴定之前没有做过 结论很快就出来了 果然汪林在死前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他的血里和胃里都有药物痕迹 不过并没有发现在汪林身上有针孔 也没有被强行灌药的痕迹 现场更是没有药物 更更重要的是 根据胃内的分析 汪林是服用安眠药几个小时以后才遇害的 那么被凶手强行灌药的可能性几乎就可以排除掉了 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点都是 几乎看不见的 是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最后 根据吴国庆对尸体的分析 判断很有可能 汪林是死于被发现的八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说死在凌晨四点到六点 而陈平说 他是上午七点多才离开家 显然 他就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于是 在2004年的1月18号 也就是案发的108天之后 陈平因涉嫌故意杀人 被刑事拘留 在这儿 我们需要说明一点 陈平当时 似乎是通过内幕得到了一丝消息 在他被捕一周前的1月10号 他曾经找到 以妻子汪林的名义 入股的汽车城老板 并且嘱咐对方 把最后所剩的利润 转到他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儿子手里 那么这番做法呢 似乎就是在处理后事 不过在被捕以后 由于陈平自己本身就是检察官 他也自然知道该怎么对付侦察 所以面对各种疑问 他始终都不说一句话 而且目前的证据 显然也是不够的 不能认定 陈平就是凶手 这就成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于是 吴国庆几个人 和当地的刑警配合 继续调查走法 很快 功夫不负有心人 又有了重大的收获 通过研究陈平的鞋子 足迹 以及走路习惯 足迹专家王清举确定 凶手留下的陌生足迹 是做过掩饰的 而掩饰前的足迹 和陈平的足迹 完全一致 而对于安眠药这一点 经过走访调查 汪灵从来没有失眠的问题 也从来没有开过任何安眠的药物 不存在自行服药的可能 那么我们目前既然确定了 汪灵是在前一天晚上服用了安眠药 唯一的可能就是被人暗中下药 当时家中只有陈平和汪灵两个人 显然陈平就是唯一的嫌疑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通过走访陈平的朋友和同学 一个姓张的同学 回忆到曾经送给陈平和另外三个同学 各一把非常精美的弧形珍藏式工艺刀 于是警方立即从另外三个人家中 找到了这把刀 经过对比现场的血刀痕迹 和汪灵遗体的痕迹 可以确定凶器就是这把刀 这里有意思的一点是 他们同学手中的三把刀 是全都在的 唯独陈平的那把丢了 他辩解说 这把刀早就不慎丢失了 这一番说辞 更加是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由此 虽然暂时没有找到凶器 手套 皮鞋 还有承安眠药的杯子 但是这些 却并不影响整个证据链的形成 目前已经基本可以断定 陈平就是杀气凶手 而且刑警在走访的时候 他们也了解到了 陈平夫妻之间一些其他的事情 陈平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 在成为检察长之前 做人尚且还算本分 人也比较温和 他和同僚关系都比较和睦 上级对他评价也不错 甚至陈平对检察院里的清洁工 都是客客气气的 但是 随着逐渐握有权力 他的性格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贪污和找情妇 我们尚且不说 他平时待人接物 就已经开始变得相当的嚣张 110报警台 记录过这么一件事情 成为检察长以后 有一次 陈平乘坐出租车外出 到目的地之后 司机伸手要车费 一共五块钱 但是陈平却一直不答话 亮出随身携带的手枪 大声喝道 你他妈跟谁要钱呢 你看看这是什么 司机以为他是持枪歹徒 吓得直打哆嗦 钱也不要了 连忙离开 司机在脱身以后 急忙报案 警方听到这个情况 以为是流窜的重案犯 如临大敌 立即包围了陈平所在的酒店 随后 他们弄清楚 持枪者 原来是这个陈检察长 只能是不了了之 要知道当时 当时陈平已经有数千万的身价 儿子也送到国外留学 绝对不在乎这区区五块钱 而他之所以发火 就是因为司机不知道他是谁 居然敢向堂堂的陈检察长要钱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案发前几天 得知就要成为市反贪局局长的陈平更是校长 当时他才46岁 就已经成为了市委领导的一员 可谓是咸阳的政治明星 在一个饭局上 陈平突然莫名其妙的口出狂言 说在咸阳这块地盘上 谁要和我陈平过不去 我就不让他好过 听言之后 他的朋友们无不沉默不语 不敢说话 还有一次 在同学聚会上 陈平也是毫不掩饰的说 我虽然没有提拔一个县处级干部的能力 但我要放倒一个县处级干部 却是很容易的 他的同学们听了这句话 也是不敢得罪 反而开始恭维他 知情人认为 陈平如此嚣张 主要是因为有人罩着他 因为在陈平担任检察长期间 区检察院先后发生过两件大事 一次是一个在检察院审讯的重案犯 突然逃走 至今没有抓获 另一个是检察院带着一个嫌犯去现场指认 期间嫌犯突然跳楼 正常来说 一般的检察长遇到这两件大事 肯定会被降职 甚至撤职 但是陈平却丝毫不受影响 反而是步步高升 这几件事就可见一般 由于证据一件一件的被挖掘出来 最终在2004年2月18号 咸阳市秦都公安局宣布以故意杀人罪 正式逮捕陈平 被捕之后 在一番审讯之下 陈平也交代了杀妻的心路历程 他和汪玲在1983年结婚 结婚前十年 关系还是不错的 汪玲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汪玲本人在80年代末辞去公职 利用丈夫的影响力开始经商 陈平让妻子在前台掩护 将自己贪污受贿的大量钱财 通过经商来进行洗白 同时利用权力和关系 在后台操纵赚取了大量利益 这个阶段 夫妻关系也还算凑合 但却因为陈平随后的平步青云 开始多次在外搞女人 并且于1996年 被汪玲捉奸在床 这时两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矛盾也逐步加深 到了2000年 陈平将仅有15岁的儿子送到澳大利亚进行留学 自此之后 夫妻感情就更加恶化 一来 汪玲知道陈平在外面有多个女人和孩子 经常和她吵闹 二来 两人是贫贱夫妻 相对比较平等 汪玲又是咸阳有名的女强人 所以并不像丈夫身边人一样 会须溜拍马 反而对陈平毫不示弱 更不让步 于是俩人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 甚至动手打架 搞得邻居都不得安省 检察院里也有些风言风语 2003年春节 陈平得知自己就要被提拔为 市副检察长和反贪局长 非常的欣喜 遗憾的是 一直照着她的老上级 因为当年的换届就要退居二线 谁都知道 换届的时候最为重要 如果稍有负面影响 很可能就会被搞下来 甚至可能试图就此止步 由于害怕政敌 利用家庭问题对她进行攻击 陈平在三月份 试图让妻子去澳大利亚照顾儿子 但妻子认为 这是陈平想要谋夺两人的共同财产 坚决不同意 另一方面 陈平其实早就想离婚 然后和年轻的小三 生活在一起 可又怕在这种紧要关头 传出去影响不好 始终下不了决心 而且这边 汪玲也不甘示弱 她多次表示 如果陈平敢离婚 去和小三结婚 她就把陈平贪污腐败 以及以权谋私的所有内幕都给抖出来 妻子和她生活了二十多年 又帮她打点多年的生意 掌握了她很多罪证 如果汪玲不管不顾的抖出来 陈平不但前途进会 恐怕还得坐大牢 以陈平对妻子的了解 知道性格固执的妻子 绝对是能够做出这种事情的 这让陈平十分的胆寒 而且两人的共同财产 已经有数千万之多 如果离婚 肯定要分给汪玲一半 陈平认为 这些生意 如果没有她的权利和关系 根本做不成 汪玲不过是在前台管理管理 怎么可能就凭空分给她一半呢 所以 鉴于我们刚刚说的各种原因 陈平最终在2003年3月 开始动了杀机 决定干脆杀掉妻子 消除后患 古语说杀人偿命 这肯定是有风险的 不过身为检察官 陈平却很自信 他的自信 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 陈平熟知 中国警察的破案情况 他知道 有很多大案要案 是破不了的 很多杀人案 都是悬而未破 陈平认为 只要他做一些假象 来掩盖现场 然后动用手中的权力 尽量拖一拖 几个月后 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点 陈平是检察官 多年和公安刑警合作 有着丰富的反侦查经验 陈平认为 基本销毁证据 和布置抢劫杀人假现场 对他来说难度不大 即便警方有所怀疑 但因为没有足够证据 也不可能 对他怎么样 最后第三点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以陈平 在咸阳市的市里 公检法 三家早已通知 只要案子留在咸阳 就算公安局局长 也要给他三分面子 可以利用职权 加以掩盖 不过遗憾的是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案子 惊动了中央首长 成为了公安部都办的案件 跳出了咸阳市这个圈子 2003年春节 夫妻两人和儿子 一起去珠海深圳游玩 期间 陈平对妻子 说自己失眠 在宾馆对面的商场 买了五片安眠药 带回咸阳 在案发前 陈平已经准备好了 作案的刀子 绳子 手套 一双自己没穿过的皮鞋 和其他男人的几根阴谋 完成了作案准备 可是 真到了他要下手的时候 陈平却又犹豫起来 毕竟杀人不是小事 万一事情败露 又掩盖不住 不但锦绣前程没了 恐怕还要性命不保 但2003年9月28号的一次吵架 让陈平下定了决心 陈平回忆 2003年9月28号晚上 在咸阳好望角饭店 和朋友吃饭的陈平 给司机打电话 得知汪玲在一个州店喝粥 就让汪玲吃完饭之后 到好望角一起回家 八点多钟 饭局结束 他们一起到泰格大厦17楼 王某家给朋友看话 期间他因为说字画可能是赝品 对方价格卖高了 等等奚落话 而被汪玲说了几句 心里非常不舒服 回到家里之后 两人又一次发生了激烈争吵 汪玲轻蔑的说 陈平做了个检察长 就狂的不得了 不知道天高地厚 越来越张狂 一向被人捧惯了的陈平 受不了这些刻薄的话 于是就和汪玲大吵起来 两人吵了十多分钟之后 汪玲自顾自的去浴室洗澡 狂怒的陈平坐在客厅 回想起之前妻子 对他种种不示弱和嘲讽 越想越生气 加之当晚喝了些酒 冲动之下就下定决心 按原来的设想 今晚就在家中杀掉汪玲 他把从深圳买的五片安眠药 放到一个纸杯中融化 加满水 等汪玲从浴室出来以后 陈平先是伪装认错 向妻子道歉 然后把杯子递给汪玲 同样喝了酒的汪玲 没有任何地方 喝完这杯水 就上床睡觉去了 陈平自己在客厅看报纸 等着药性发作 根据陈平回忆 过了一个小时 陈平发现妻子已经熟睡过去 喊都喊不行 知道可以下手了 可是真到下手的时候 陈平又犹豫了 毕竟两人生活了二十多年 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 况且陈平毕竟是个文人 没有见过真正的留学场面 让他杀人还是有些不敢 于是他就从一点 一直犹豫到凌晨四点 始终没敢下手 但是很快 他又想到妻子掌握 他所有的罪证 还要挟他 留着肯定是个祸害 不除掉不行 况且此时 陈平早就想甩掉 已经人老猪黄 又泼辣的妻子 早日和年轻美貌的小三 双宿双飞了 于是最终恶从胆边生 下定竹也 要杀人 凌晨四点 他取出准备好的作案工具 先是戴上白手套 然后带着朋友送给他的锋利小刀 和尼龙绳 回到卧室 他喊了妻子几声 发现没有回应 就把他牢牢的捆绑起来 在陈平的计划中 唯一的破绽 就是这把刀 因为刀带有弧度 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不过陈平认为 辨认的前提 是能够找到这把刀子 如果没有找到 光靠刀子刺入人体的痕迹 是无法辨认的 即便有些弧度 也不可能被他们发现 只要事后处理掉凶器 同时不在现场留下刀的痕迹 就完全没有问题 说到这 有人可能会好奇 陈平为什么不买一把 普通的刀来作案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复杂 作为一个检察长 他的一举一动 在当地都是会被人们重视的 无法随意的去买杀人凶器 不然很容易被认出 或者事后被人发现 况且 作为杀人凶器 普通水果刀是无法胜任的 用菜刀 又会有喷溅的血迹 万一粘在身上 被检测出来 就彻底完了 所以用这把小刀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拿起刀 陈平先是用力 捅了妻子胸部两刀 没想到汪玲虽然已经陷入昏睡 仍然是低声叫了两声 陈平惊慌之下 害怕叫声被邻居听到 随手把小刀放在被子上 抓起一件黑上衣 堵住汪玲的嘴 此时 他在被子上留下了第一个刀印 随后 他又捅了妻子二十一刀 导致汪玲心 肺 疲 破裂之后 失血性休克死亡 其实在第四刀以后 汪玲已经不动了 但是陈平想到 妻子之前种种种种的不好 越捅越恨 疯狂的用力刺杀 在刺死妻子以后 陈平扯开堵嘴的上衣 发现妻子的尸体 眼睛睁得很大 好像正在盯着他 陈平见状非常惊恐 心虚之下 再次随手将刀子丢在床上 扯起衣服 盖住了妻子的脸 这时候 他在被子上留下了第二个刀印 之后陈平知道 自己犯了错 在被子上留下了刀印 但此时 已经不可能把刀印消除 好在痕迹非常淡 估计普通法医也发现不了 于是他也没有太在意 随后 陈平又巧妙的伪造了现场 他先是把床弄乱 做出汪玲抵抗的样子 掩饰自己将汪玲麻醉以后 再杀死的手法 之后 他用沾满鲜血的手套 再四处乱摸 做出翻动找前务的痕迹 让刑警误以为这是抢劫杀人 不过 陈平并不知道 妻子因为某些原因 这两天 在家里的柜子里 放了十多万的现金 这也导致了 后面露出了破绽 再之后 陈平又穿上一双 从来没有穿过的皮鞋 制造了两行假的脚印 最后 他把妻子内裤脱下来 又往妻子阴部 放上了几根 其他男人的毛发 制造了 似乎被强奸抢劫 杀人的现场 在一切都做完以后 陈平将所有工具 放在纸袋里 于六点左右 走出家门 走到渭河大桥 将纸袋扔进河里 七点左右 悟行回家 到七点四十分 他就下楼 坐车上班去了 直到中午十一点多 接到朋友的电话 就回到了 我们上期 所说的那个场景 2004年11月22号 咸阳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指控陈平反故意杀人罪 私藏弹药罪 受贿罪 同年12月21 22号 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 对此案不公开开庭 进行了合并审理 但在一审期间 陈平全部翻供 不承认杀人指控 为了免于一死 陈平请了国内著名的 三个律师 帮他辩护 不过遗憾的是 虽然凶器和作案工具 没有找到 但这并不能影响 对于陈平杀人事实的认定 而至于陈平辩解的 所谓的刑讯逼供 也许真的存在 不过现有的证据 并非刑讯逼供的结果 即便没有陈平的口供 也可以给他定罪 陈平的命运 其实已经是 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 假如陈平的老上级 还在台上 这个案子 说不定真的 还就能按住 至少陈平能保住一条命 但此时 陈平的这个老上级 已经退居二线 加上案子已经惊动中央 实在是没办法遮掩 于是8月12号 在陕西省淳化县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 原检察长陈平 被执行死刑 罪名只故意杀人 私藏弹药和受贿 案子就这么结束了 陈平这个杀害自己妻子的混蛋 也是罪有应得 都说男人有钱会变坏 这句话在陈平身上 一点都不假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陈平在这个案子中 做得不错 几乎掩盖了杀气的事实 如果公安部没有派专家来 这个案子就算知道 很有可能是陈平做的 最终也是无法定罪 总结下来 陈平的失误在于三点 第一 由于是第一次杀人 他过于慌乱 居然两次将刀子放在被子上 留下血痕 为确定凶器 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 如果没有这两个淡淡的血痕 就根本无法给陈平定罪 第二 陈平的杀妻时间过于早 陈平很早就给妻子 灌下了安眠药 随后又犹豫了三个小时 杀妻的时候 不过是四点多钟 虽然咸阳的法医 没有确定死亡时间 但公安部的法医 却能够确定死亡时间 是在六点以前 而陈平是七点多才离开 这又成为了一个铁证 他如果七点多下手 也许就没有人会怀疑陈平了 但这样 他就难以对妻子下药了 所以陈平的这个结果 可以说也是个必然 第三点 陈平是为妻子下药之后 在杀人 也许因为他是个文人 没什么力气 怕杀不了妻子 下药这种事情 即便咸阳的法医发现不了 公安部的专家 不可能不发现 而陈平的妻子 又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那么所有罪证 自然也就指向了陈平 由于罪证如此确凿 甚至陈平的辩护律师 都对陈平有所怀疑 陈平的律师毛景文回忆说 其实我也不敢保证 陈平没有杀人 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 并没有有力的证据 证明陈平杀了人 就这样判陈平死刑 从铁案的要求看 是有差距的 8月12号行刑前 我在和陈平单独会面时 问了陈平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 你是马上要死的人了 能不能说句实话 你究竟有没有杀汪宁 陈平当时坚定的告诉我 我是被冤枉的 如果陈平最终承认了 是他杀的 作为一名代理律师 最起码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 可是遗憾的是 杀人凶手有几个会主动承认呢 十个有九个会说是被冤枉的 你说不是 难道就真的不是吗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